詞曲 李宗盛 某一吻 有梅煌長生做陪真 有殘餘蠟燭可較長氣氛 有床頭時鐘再提我 時日飛過再別傷心 從前線 對大妄想顯得我太妙線 落零幻想想得我更困擾 那日誰因誰想神心淺 在高樓之間消耗點 是一家姓關的向我們抬交 就因為他們搞其他未買的業主 每個都看看可否再賣高點 你知道我從來都不知道原因 只要結果 我方式你很清楚 如果是用錢可以解決的 就不要浪費時間 三位,我們上次談關於收樓的事 你們的要求我已經和公司反映了 公司也很體諒你們的處境 所以肯讓步接受你們的要求 那你給我們多少錢? 我們公司肯用市值股價 再加五成的收購你們層樓 五萬半千費照舊 唯一的條件就是你們不可以 向外公布我們的協議 你們有沒有問題? 其實這次條件真的不錯 這個收購消息傳出之後 那些業主也不肯拿錢出來收拾地方 剛才我們上來的時候 周圍都爛熊熊 真是不住得了,賣掉了 是呀…就這樣說 況且現在我們的價錢 都比別人高很多,對吧? 總之你給我面子,我一定會給你面子 老婆,就這樣說,就賣掉吧 是呀… 恭喜三位 是 你們有錢換樓的 我又可以完成任務,加大款喜 請兩位業主明天一早來 我去公司簽合約,好嗎? 好,一言為定 好… 那我不載你們,我先走了 我們一起走吧 好 我要上班了 好… 明天各自去他公司簽約 好… 不好意思,肥方屈膩 再見…明天見了 再見 老婆,是不是很聰明? 這次我們賺到很多錢了 沒用,賺了雞稅這麼多,開心成這樣 也不是雞稅這麼多 好… 層樓我們不賣了,即是不要去簽約 不是吧?我們剛剛才答應人 上次我們不斷說而已 他也要回頭答應 那就是說什麼? 他們比我們僅僅僅僅僅僅僅 就算我抬高的價錢,他也肯付 你跟你大哥扭不扭下 一口價就答應人 你們真是笨蛋 小心 但如果現在說不賣,真是反口 反口又怎樣? 你要不要跟地產商說信用 你知道他收費的錢賺多少錢嗎? 億億 我們怎麼賺了雞稅這麼多? 你說是你嗎? 但是我們剛剛跟大老安一起答應人 你知道大老是人嗎? 你也沒什麼用 大老安… 盛西人只能靠大老安 你已經三十歲了 我自己作主 別說我罵你 你盛西人有沒有做個好事? 有沒有自己發過為? 只能跟著大老 好嗎? 那我們是兩兄弟 你和他就是兄弟 那我呢? 你有沒有過過我這個老婆? 有沒有過過我這個家? 哥哥 我一定會替你多一件出來的 一件四百萬,兩件八百萬 你以為是八百元嗎? 現在我就是叫你為了家庭爭取 你們躺躺躺躺躺,完全不像男人 男人 我什麼不是那個男人? 我哪裡有藤雞? 我告訴你 這次我一定做出好戲給你看 還有,我你整個人最擅長的 就是娶了你 雯先生,已經到了中午了 你的手還沒到? 是啊 也不知道為什麼他這麼生氣 阿匡,你在哪裡?人家在等你簽約 大老安,我想一下 價錢還是太低了 你幫我跟他們說,說我們不買了 不買?你說什麼?我們答應了別人 總之價錢不對,我們又不買 就這樣 快點吧,用了幾個字了 行了… 大哥,小子 行了…出來 我今天不是很暢通嗎?到你了 你怎麼搞錯了?你怎麼搞錯了? 我怕沒什麼親切感 你還要問你的毒味 來吧 樓樓談得很好聽 媽媽,早安 乖…乖… 明天一定會有大鋼琴家 林林,你的早餐還沒動過 經常戴著玩遊戲 小孩子女兒就隨便玩玩 樓樓談得那麼好聽 老婆,我把拉扯呢? 你去那裡吧 回來,謝謝… 你再玩遊戲吧 老婆,我叫拉叔叔,沒心裡無雞 我吃了… 早餐做得絲菇尿,沒來味道 別說小孩子,大人也不靠 奶奶,我做的食物是三小一多 小鹽小糖小油,又不是多菜 我希望大家身體健康一點 誰身體健康一點? 你吧,化妝化這麼久才出來見人 肯定我身體有問題才這麼殘 林林,東西淡貌沒有來味道 慢慢幫你加點… 當然不用了 不夠味道 行 安,阿匡那房子搞得怎麼樣? 昨天本家說是簽約 誰知道就由簽約變成失約 小朋友說有更好的辦法解決 那是怎麼樣? 我不太知道 我趕快打個電話問清楚 你要盯緊他 他為人要煩一煩一煩一煩 夠了嗎? 奶奶再幫你加一點 夠了… 我到時候上班了,走吧 再見,林林 再見,奶奶 你和奶奶吧 什麼? 沒事了,你開工小心點 行…幫我關門吧 關太太,去買東西嗎? 是 上次你買的雪房衣服 真的翻了很多顏色,進來看看 一件就夠了 不要緊,我們翻了很多新貨 在質地也很好的 我趕時間了,下次再看 再見… 回來了 媽媽 林林,媽媽不是說過 要做完工貨才看電視嗎? 媽媽,媽媽,是的 你在這裡吃什麼? 是嗎? 我們回到12號,快點 這麼胖? 林林,你媽媽回來嗎? 是的,媽媽,你吃不吃香蕉滑皮嗎? 你吃吧 媳婦? 奶奶 是的,我買了幾條的抗菌抹桌布 那些姑娘說很好用 乾淨又吸水 抹碗不會有水漬 我丟了幾條梅了 謝謝 不用 不用 要不要把我的五花籃當像垃圾扔 小熊,兒子沒什麼事吧? 走就行了,我爸爸來的 老婆,什麼? 知道了 等三十元,叫你和你查 對,叫你和你查 什麼?在這裡什麼? 試試,Mansum,跟飛休 對…好… 大哥,什麼事? 你在哪裡? 我問你什麼事? 找到你一天 電話收不到,你現在就找到我 你家屋到底怎麼樣? 為什麼無緣無故不去簽約? 我有一個辦法會搞定的 有什麼辦法?你趕出來研究吧 總之有辦法,你別問我,大哥 你的辦法不能告訴別人嗎? 大哥,你相信我一次,好嗎? 這次我一定會自己搞定,你相信我 好,我就相信你 總之你有什麼事就打給我 好,再見 老婆 回來了? 大哥 大丁,上來嗎? 是呀,媽媽煮飯了,不就叫大丁上來 老婆,你不用煮飯嗎? 婆婆說你明天下廚,又不需要幫忙 幹什麼?她今天這麼好慶祭 開飯了,幫忙… 這麼好菜?梅菜扣肉,椒鹽鮮肉 還有炸大腸 那你生煮了小糕,鹽高糖,高脂小菜 大丁,你平日這麼忙,難得上來吃一頓飯 伯母煮幾道菜給你嘗嘗 伯母煮的菜真是適香味俱全 賣客乖你,小心你的五巴腩 紅燒原體,梅菜,蒸豬肉 全部都是我適合的,肥兩磅沒問題 我也是這樣說,最多做完之後 多做兩顆食物 老婆夫妻就出來了 你們好說,免得吃不完 被人當垃圾倒掉 倒掉?哪有夠膽多東西,告訴我 別說那麼多,菜都涼了,快點吃… 伯母,菜真的很好吃 你小心吃 你們人就是吃我煮的飯 吃得牛哥馬大健健康康,肥肥白白 不過這些菜,媳婦未必吃得慣 不是,我有吃的,來 琳琳,你白天都沒吃到… 讓媽媽夾一塊扣肉給你吃 謝謝媽媽 乖 肚子舒服一點嗎? 你說呢?我餓了兩次 明知自己的玻璃肚子 別吃那麼多肥膩的東西 你以為我想的嗎? 你以為天天晚上說完說話給我聽 我不吃就不給她面子 那真是男媳婦媳婦 我知道,她生我下午氣 倒掉去做一根林林林林 會餞回臉面 所以就叫大丁上來吃飯 煮完肥膩的東西 表面上招呼大丁其實是我示威 就當她用心良苦 用另類方法替你排毒 是你的頭 我們搬回來這麼久 你也知道我對婆婆多麼隱仰 我倒她會不翻暗 我只是背著她,讓她走開了我才倒 我不會在她面前倒的 我以為是有衝突 老媽知道一百年紀了,你就遷就她吧 我就是知道她不小,所以我才這麼緊張 她經常煮肥膩的東西 很容易有心血管病 人家緊張她,她就以為我在挑戰她 媽媽知道你為她好 不過你知道老人家要面子嘛 你明白嗎? 那說回臨林林那一瓶吧 我吩咐臨林 要做完功夫才可以看烘烘片 她特地烘我轉身後開電視給臨林林看 還有我經常煮蠟燒東西 什麼汽水的東西給她吃 你搞得我在女兒面前像醜癮一樣 這麼多媽媽疼琳琳而已 最多這樣,下次琳琳做功夫的時候 你坐在旁邊,媽媽就不敢亂來 是呀,我只坐著看著女兒做功夫 什麼都不用做的 我不用煮飯,不用洗衣服 不用買菜,什麼都不用做了 行了…不用激氣… 氣壞老婆不要 下次如果你氣壞,就找老公出來 好嗎? 你不要坐著她 吃一口麵豬燈也行吧 來 來 早就不見了,原來你去買早餐 早就醒了,睡不著了 戳起條根見這麼久都沒吃過 明記那些粥就去買了 媽媽,阿朗爺特地叫我買 你最喜歡吃的蝦米醬和炒麵給你的 有沒有幫我拿辣醬? 先吃飯 媳婦已經做了吩咐了 媳婦挺有可心的 媽媽,這間店的食物很好吃的 想說嗎? 明記,我們以前住的高屋樓下是粥土 我們經常都幫助… 你經常想想想你出生 不說這麼多,粥涼了就不好吃 有牛肉,小艇,豬紅 我和媽媽都喜歡吃豬紅粥 媽媽,這是你 我吃碎牛,林林就小艇 那我也是小艇 沒大沒小,媳婦不吃牛的 好嘛,牛肉捉你吃 媳婦,小艇捉你吃,小心辣手 謝謝奶奶 這麼早打給誰? 阿匡,昨天跟她說起賣樓的事 她說不說不說,也不知道她想怎樣 阿匡 你這麼吵?在哪裡? 什麼?什麼大龍鳳? 阿匡,看電視新聞就知道 你搞什麼在這裡? 頂尖集團賦規… 小營主廢業… 要求合理賠償 頂尖集團賦… 要求合理賠償 要求合理賠償 我們賠償,你們不賠償 才算是賠償,賠償 我們金豆水和馬丸姐公 應該是挑起了納豆水 拿了一隻雞鷹聲 你夠膽把他撞過來 扔上他 你真是瘋狂 你真是瘋狂 打人了, 瘋狂打人了 拍下他… 來… 放下他… 不知道我有什麼可以幫你們 很簡單, 你要我們陳柯迪給你 但你還給我們一個合理賠償 我們好, 你們說是嗎? 是… 我高雲占開的收購價是絕對合理的 我從來都不會騙你的價格 你說話嗎?你賠給我們的錢 根本不夠我們買回一個一樣大的單位 你這麼說, 只是想我們全部混蛋 不要… 高雲占, 你為富不仁 你不賠償不用支援我們伴手 你省點, 你招 高雲占 拆樓…你看, 鑑山拆人家的單位 高雲占 拆樓, 你的單位 保安非你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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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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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老婆, 你沒事吧?老婆 老婆 怎麼樣?他…他嚇我們兩夫妻 高先生…力高先生 你怎麼回應業主的訴求呢? 業主為你開價太低, 怎麼會這樣 我們頂尖集團 賺的每一元每一毫都在下方 這次只是有人反口, 違反口頭協議 他們這樣做, 損失可能只是他們自己 你說什麼?你大老… 我走呀, 你快點救我… 我走呀, 看著大肚子 罵你的頭 你不顧自己的身世 也顧顧公司的形象 Ben, 這次收樓的事 我對你真的很失望 平時你想想也行 怎麼現在搞他一鍋舖 高先生, 我已經跟大部分的業主 談好數了 我給他賄了一個很好的價錢 連那個關家康的大哥也說可以 誰知道他貪得無厭 一個威美實線 電動畢業主 還叫一匹記者來搞場大龍鳳 我不知道他們倆在這裡請貓尾 還是上了多筆 這個世界真是小 幫我裝修那個關師傅 原來就是聖關那個大哥 高先生, 那個關家康這麼麻煩 不如… 你想也別想 頂尖集團不是黑社會社團 打開門口做正經生意 花的是乾淨錢, 不是黑錢 你別搞臭我的肚子 再說吧, 賺回來的錢花得不安心 我寧願不賺 去吧 現在做生意跟以前不同 人人都向錢看 如果錢可以解決問題的人有問題 但是, 你好好看一看, 替我解決這件事 我不要再有守備了 全部業主都不幫忙買了樓 只剩下我和我老婆兩個不肯賣 幸好你開臨時醫院公司 找澤臨時醫院來幫我一起示威 又有記者拍照 他們的戲又做得真, 對吧 這裡尾掃, 你掃一下, 行不行 做已經可以幫到你, 行就行了 你不停聽策略、能不能做 我不停聽我出現在沒有 別客氣, 不能幹嗎 你怎麼說吃飯 你怎麼吃東西 這有煮飯, 你是賺飯 你還沒說菜嗎 你怎麼吃飯 我, 憑藥吃飯 太好了, 猜不到卓先生 你的底線抽擊更厲害 我真的掉了眼鏡 這些就叫做記性一籌吧 不是, 是你老公剛才拼得太盡 現在後境不計 那我不跟你打第三局了 現在畢竟都叫他打平手 對了, 你那個舊樓重建項目 搞得怎麼樣? 看新聞好像有點阻礙 是小問題, 我辦事卓先生你放心 好了, 下次吧 就由我訂位, 這樣就沒問題了 好 姐姐, 你和卓先生來玩 是不是兩個來撐腳? 你們以前兩個都傳過緋聞 現在又走在一起, 是否重修夠好? 我和卓先生是朋友, 吃飯很正常 你不怕你先生會吃醋嗎? 其實我和我先生 都是各自大家的朋友和私隱 你和卓先生是不是回家? 好, 吃飯了 不好意思, 其實剛才吃飯 我老公也在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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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我老婆適應多時 依然還有新能價值 不是你猜 我這個當年最佳女配角 真的有點實力 你以為明天這八卦雜誌是否健步 那我真是沒有痕 正如你頂尖集團被人抗議示威 你也不肯健步 這次真是意料之外 計劃明明進展得很順利 是有人貪心想多拿一點 才拖慢了我的進度 看來現在要多花時間跟我們談判才行 我知道你今天搞事的那個 是關師傅弟弟 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我換了關師傅 反正我們的裝修也是剛開始的 那就不用了, 我跟你說過 房子一切的裝修都交給你的 我不會過敏的 況且一單歸一單, 他的裝修都可以 總之一句, 你沒問題, 我就沒問題 謝謝 謝謝 你說這個阿康搞什麼?好學不學 學人家搞什麼抗議示威 還帶著那個戴上肚子的老婆 一起跟人家吵架 如果有什麼整身肚子裡的那個 他是不是真是氣死了? 他不知道怎麼想的 不用擔心我, 阿蘭也沒事 他只不過裝作在地上搖搖搖搖 卻討記者同情 放心吧, 伯母 看這段新聞片也不算流激 可以吃西瓜 來, 吃西瓜 吃西瓜 你們還說阿二叔那件事嗎? 人家總而知沒有樓又煩, 有樓更煩 媽媽, 不如你擔心大哥安總好了 現在二老得還有高雲佔 剛好大哥正在幫他一間億萬豪宅裝修 你說他們會怎麼對大哥安? 阿安, 阿安, 你弟弟搞壇的事 那個高什麼什麼會不會不讓你裝修? 預算就預算就沒得了 那又怎麼樣?是弟弟, 我一定支持他 我看就未必 他像做大事的人, 不會跟跟計較 我就覺得很難說 有些人有錢人真的不說道理 只說個人喜好, 不喜歡你就解僱你 你別看他平時對你這麼友善 就當他好人才行 有些人不只看表面 柳鑊, 你認識那個高雲佔嗎? 是呀, 你認識那個人嗎? 不是, 他是我老闆的大客 見過一兩次而已, 跟他也不熟 這些人不熟就很熟 阿安, 看層樓一天還沒搞定 我也不放心 你待會找他談談, 看怎麼幫他 你放心吧, 媽媽 你不吵架, 我也找他 老公 什麼? 進來吧 什麼事?老婆 你看, 花了些水, 突然都小了 是呀 我查一下 怎麼樣? 真的沒水, 不知道是不是爆了水喉 那你還出去看看水錶? 老大, 你怎麼回事? 你搞什麼?你怎麼砍砍砍砍? 老大, 很多錢 金獅子 當然是那些人耍耍 孫燈 別跑了 糟糕, 走啊, 走啊 老二…你沒事吧? 你忍住…我先報警, 你忍住 阿Sir, 我弟弟之前被恐嚇收樓 我肯定開車是故意撞他的 現在我懷疑幕後黑手 就是頂尖集團的老闆高雲尖 因為他無法收樓 所以要找人故意撞我的弟弟 我們查舊哥是塞車 車輪你還在找 這宗案件我們會跟隨的 有消息再擴離, 好嗎? 我叫你走, 我不去走 你冷靜點, 我不去走…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你懷疑我聽, 大哥 你懷疑我聽, 你懷疑我聽 我懷疑我, 你說現在有什麼事 怎麼辦? 你們先冷靜點, 你等我問醫生 你冷靜點, 好嗎? 冷靜點 醫生, 我弟弟怎麼樣? 病人的右腳併骨骨折 即是菠蘿蓋的位置骨折座 而兩邊的印帶也有部分撕裂座 所以我建議開刀 用螺絲固定位置 順道駁回印帶, 接著打石膏 那他能否好得回去? 這層不能這麼早肯定 要箱口全埋起來, 把石膏拆掉 而病人還要做一連串康復後的物理治療 這樣才可以知道 至於可以好得多少成, 就因應而言 那你開刀也沒有保證 我不開刀… 對了… 老公, 你們倆三人剛才決定可以 或許你們一家人商量一下才可以 麻煩你, 醫生 對了… 別吵了 我不開刀, 我這層很嚴峰 你別不嚇死他, 也好嗎? 醫生從小到大, 連打針也怕死 叫他開刀, 不就是要拿他的命 他自小鬼不怕這些 看見血流暈, 連湯魚也不敢 不是, 你要開刀, 我來這隻腳走 豈不是流冷的 你先靜點來吧, 太吵了 你讓我想一下有沒有其他方法 可以不用開刀的 老公, 大哥, 大哥, 大哥 我全靠你了, 我全靠你了, 大哥 行了… 我想要為何把人弄一弄他 讓他絕對不耐煩冬姐 我真的不知道那些傢伙這麼混亂 還會傷人 我叫你不要亂來 弄得人家這樣, 你的心安心嗎? 收來的, 高先生 不過你放心, 事件不會傷身的 我一定要見你, 老公 什麼事? 高先生, 外面有位關先生要見你 讓他進來 你們先出去 是, 高先生 我弟弟被車撞到, 幕後指使是你嗎? 關先生, 你說得小心點 Ben Chef 對不起, 你弟弟發生這種事 我也很不安心 不過那些人不是我指使 我也不知道發生這種事 你以為你這麼說可以推得一乾二淨嗎? 你弟弟弄傷了腳, 我沒什麼可以做到 這裡就當是我少了心意 五十萬, 你這樣什麼意思? 你給我想口費嗎?還是收買我? 留給你職一下音樂吧 你以後別再搞我弟弟 五十萬, 原來這個世界真是有人要骨 是不要錢的 你以後要幹什麼? 大哥 幹什麼?打算找雲耳塞住人家的水渠 那個黃占弄得你小孩這樣 我何必跟他客氣? 他出那一招我們不認識 讓雲耳塞了, 塞住那些水渠 幫你出一口氣而已 用雲耳就給他面子了 雲耳乾了還可以抽出來 用白鷹禮?到時候白鷹禮乾了 整間屋的水渠都換過 不, 你和他炒了糟糕 我也預料被他炒了 否則最多就是一拍兩散 不然我們很欺負 不是什麼? 我知道你們夠義氣 不過我關家安在裝修這河做了二十年 人家相信我就是因為誠信兩個字 這樣做事不是我的原則 你不是打算放個姓高的傢伙嗎? 這口氣怎麼能耍下去, 安哥 你找些東西弄摸別人家的房子 如果傳了開去 就打破自己的金七招牌 以後還怎麼出來賺錢? 那倒是, 過多醜了是你知的 關師父, 又是我送外賣 燃磨蛋卡, 繭磨咖啡, 好嗎? 高太太 你不是以為我還會幫你房子裝修嗎? 為什麼這麼說? 我弟弟和你老公的事情已經沒有安全了 其實你弟弟的事情我也很同情 但你即使不相信他, 你也相信我 事前他真的一點也不知道 況且這間屋的裝修全權由我負責 你只需要向我一個人交代 我老公做事有公私分明的 希望你也可以 兩夫妻都扯了貓 簡直是貓哭露鼠 演技一流, 比以前更好 關師父, 你覺得怎麼樣? 我弟弟現在還在醫院 這件事你叫我公私分明, 我做不到 你找個別人幫你裝修吧 要不這樣, 我給你一個星期時間考慮 我難得找到一個師父, 我姑子那麼信任 我希望你考慮一下 我們走吧 阿貴和阿榮看著, 他們母女兒在我這裡住 你放心吧 喝湯吧 我才不回那棟舊樓 那些傢伙不知道會回去搞事 我才不回去睡 那隻腳康復一定不會放過他們 漢哥有放就對了 你的腳很快就會康復 是嘛, 人一定有意志 有意志就什麼都行 媽媽 叔叔 辣丁, 你來過嗎? 這麼早下班? 收什麼貴工, 收檔就有 大佬安, 沒幫高雲占的房子裝修了 真的嗎?大佬 東家不打, 打西家而已 你方無法幹嗎? 大佬安今天早上還威過威士忌 一志工走上去頂尖集團 當面散高雲占 散了一個立力臉猛猛 他還寫了一張五十萬支票給大佬安 這個人擺明是身有事 想給我掩口肺 那個人還裝作同情阿康, 真是狗 他就當成機收樓一舉兩得 你以為這個聖哥會死錯人嗎? 對不起, 大佬 兩兄弟別說這種話 我再跟他做就只會激氣 話說回來, 那張支票呢? 大佬安, 多有骨氣 當著臉撕破了他 你沒問題, 大佬 帶老婆五十萬你撕破了他 怎麼辦? 算了, 姨家嫂 現在最重要是看 如何治好你老公的腿 對了, 我忘了告訴你 中廣東說廣州有一家很有名的骨科醫院 他們的副院長是骨科聖手 剝骨骨不用開刀 真的, 中廣東 真的不要這麼討厭 早幾年香港有個闊太太 交通以外兩隻腳都斷了骨 又是不肯開刀 都是骨科聖手下來幫我治好他 現在他的拐種也不用擔心 可以走, 還經常跑去購物 大哥, 你一定要找他下來救我 你放心, 大佬一定去廣州 我有請他來治療你 還沒睡覺? 洗完了嗎? 你真的不用我陪你去廣州嗎? 不用了, 有東廣東跟我去就行了 你知道上面人多車多 你去後我還要照顧你, 阿嬤幫你 那你自己小心點, 有什麼事打回來 行了, 你幫我照顧大老婆和阿桂 我會的, 你用擔心阿康的廣州嗎? 他們的廣州現在半天吊 你知道他們夫妻倆 每個月餐一餐, 吃餐一餐清 現在又搞得… 用那些醫藥費嘛 你畢竟是父縣長, 為了香港醫病 別說醫藥費, 住宿費也不少 真的, 你放心吧, 我搞定了 過來 我去睡了, 飛車還要乘火車 那你自己小心點 千萬不要像海叔那樣 所以在那些女人手上 你放心 姑娘… 這個先生有什麼可以幫你? 我姓關, 我剛從香港上來 之前我也有打過長途電話 來找你們的院長 就是你說你小時候整身腳 想把副院長去香港看他的位置 關家安先生 是呀…我就是了 不好意思, 關先生 我姓張, 是副院長的助手 你小時候的情況下, 你也很同情 但副院長他真的太忙了 有多會要開, 之後還有一大堆靜要看 根本沒時間到香港 要不你弟弟和你上來趕在這輪候 張小姐, 我弟弟現在還躺在病床 過兩天要開刀了 他就打死也不肯開刀 現在只有你們院長可以救到他 不好意思, 對不起 張小姐, 醫者父母心, 幫忙忙 不好意思, 不是我們不想幫他 但副院長真的太忙了 沒時間見你們了 那我在這裡等他 我真的要見到你們院長 好…你要等他, 我隨便你 但我不能夠保證你們可以見到副院長 不好意思, 失闊你 不是吧?真的這麼忙? 一場上到你 張岡通, 你先回去吧 我在這裡等就行了 你真的一個人在這裡等? 行了, 我也不知道要等多久 來, 你先回去吧 相信我, 你先回去吧 你先搞好東西吧 走吧, 回去吧 大老安已經等了兩天了 那個華副院長真的忙得這麼加關嗎? 我今天早上看天氣報告 說廣州那邊下大雨 老大, 我沒事吧 我?現在在大堂裡等老闆 老闆跟客人在打球 那好吧, 有什麼消息打給我? 再見 你老闆這次聰明了 幫你點了一杯東西才去打球 老闆, 走也要拿檔案的 不然怎麼做生意? 謝謝 我是不是有什麼得罪了你? 我生氣你也很正常 你弟弟的人弄傷我二老的腳 他現在還躺在醫院 我大哥就在廣州的骨科醫院 求華副院長來救我二老 求了兩天都想不見人 為什麼他們要搞成這樣? 就是因為你要收我二老的房子 我沒有, 所有事都是拜高先生你所賜的 你是關師父的妹妹? 是呀, 要不要我正式和大家介紹一次? 不過不是 我大哥和二老一定不會想像見到你 我高雲佔收樓從來都不做違規的事 你二老的不幸我也很同情 其實我也有試過幫你二老 不過你大哥不停情, 私了張支票 我也沒辦法 你別以為你這樣做 就能掩飾你所有做過的事了 我相信你太天真了 謝謝 阿Ben 是 立刻幫我查廣州骨科醫院副院長的背景 知道 謝謝 媽媽,你走 院長 你還沒走?這位就是要見你的關先生 你等了我兩天 院長,我姓關的,我轉到香港出來 不好意思,副院長真的很忙 一點時間都沒有 我們現在還要趕著出去開會 不好意思,失望 院長,你聽我說兩句,院長 院長 院長,院長,你救救我,小龍 只要你照看火部會照顧我 不好意思,我們都很緊張 院長,院長,麻煩你,院長 院長,院長,你做好心 院長… 院長,快…院長,快,院長 看他的樣子真的很難不心酸 院長,我認識我真的沒時間 喂? 是…高先生 那好吧,我盡量吧 看來真的很難推 對,院長,我… 真是最難了 他將餘下的 如果是最難推薦的arlo 和你身為最難推薦的 そして兄弟,我乘下腿 我給你推薦的 是我的腿 我們中醫骨科的處理方式 首先會替你做石膏拖 拖著膝蓋,固定好它 讓它的傷口自己慢慢復合 期間我們還會替它做複合治療 醫師會替它做浸藥、針灸 外敷內服中藥 增強膝蓋上下肌肉,活血散魚 總之不用開刀就可以了 這樣我老公好起來了? 療程需要多久? 一開始需要兩天幾次醫生 之後就視乎病的康復程度 應該一個星期幾次 知道了,大概需要三至六個星期 傷口就會復合 到時不用用石膏拖 最重要是鍛鍊腳 一般來說,四至六個月就會完全康復 到時做劇力運動也沒問題 好了…老公,你不用擔心 最重要是對自己有信心 千萬不要辜負你大哥一番苦心 謝謝大哥 兩兄弟別說這種話 最重要是聽醫生說 你的腳很快就好了 你回去吧,知道了 我稍後再跟他做個小狗套 一天都光亮了 阿匡遇到貴人 不用開刀,又不用怕餐飽 其實這次真是全靠大哥安 跑上廣州 求婦院長來醫治而已 要不然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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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樣?沒事吧? 這部T恤嗎? 當然是你在上面臨雨臨親還沒康復 沒事…最重要是腦子沒事,甚麼都抵抬了 優緣一樣又一樣 二嫂,如果腦子也能治癒了 你怎麼還不開心呢? 阿貴,阿榮看著,你不用擔心 我不是擔心女兒 阿貴,剛才你也聽到他們說的 天天又要敷藥,又要針灸 又要吃甚麼中藥 先別說這件事了 特地請婦院轉來香港 你以為是便宜嗎?交通費,包吃包住 以後阿匡康復了,又會做甚麼物理治療 現在不是公立醫院過百多元一天 你說這條錢怎麼算? 你說,你說我們哪裡偷錢出來 你不用擔心,那筆錢包在我身上 待會兒阿匡出院後 就由家裡和治療中心兩頭疼 你幫我好好照顧他 我是他老婆,照顧他就應付 總之不用我付錢就安樂了 甚麼?強柏? 大巴,頂尖集團律師打來 說我們曾經實行強柏,你跟他說 臭老婆 就是我 那筆錢是 對著妄想,顯得我太渺騷 不太渺騷,勒力幻想 錩顫得我更困擾 那一人,誰隸壞 神生焦,還保留多少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